专家打开李建成墓,里面只有墓之名,其中一字被多次读改。 谈起李建成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死得冤枉大唐王朝的皇帝本应该是他的蛋, 是却被弟弟发动玄武门之变,从手中夺得皇位。 除此之外,李建成的家属也是惨,遭灭门李世民登上皇位以后, 便大叔特殊自己的功绩,以证明自己称帝的和。 法姓那么李世民真的就不顾及一点兄弟情义吗? 历史上真实的李建成本应该是大唐的太子。 但是,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培养了很多自己的势力李渊, 便着手削减其羽翼,秦王府文臣武将多被贬出外放部分武将, 调给李渊及使用李世民眼看大事宜,去夺敌无望于事便放手剥一搏, 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建成也就死在了。 这场战争中李建成去世以后,被埋葬在了仙长安区郭渡镇一带, 而李建成的墓地也多次被盗。 后来专家进入李建成的墓地, 发现里面除了一个墓志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专家在清理墓志明的时候,发现墓志明非常简单, 虽然不比武则天的无字碑, 但是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墓志明只有55个字, 墓志明上面写着, 大唐库西隐王墓志王会,建成武德, 9年6月4日轰于京师月以真冠二年岁, 赐墓子正月极有说, 13日新有藏于雍州长安县之高杨园。 而在这个简单的墓志明上专家, 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墓志明上有一个字被多次突改, 这个字就是李建成的诗号, 因字看上面的图片可以明显地, 发现这个字的颜色与其他的字不一样, 这就说明李施民在给自己哥哥诗号的时候, 是非常犹豫的史书, 记载李施民在给哥哥李建成找诗号的时候, 大臣们也都过来建议, 一开始是想给李的立氏为被叛逆的意思, 后来又改为零, 不秦成名为零, 乱而不损约零, 可是李施民改来改去最后给李建成一个诗号为, 隐, 什么是隐呢? 不失其位约尹, 怀情不禁约尹, 不明误国约尹, 按照一般的说法成王败后, 那么李施民应该用尽力气, 去抹黑李建成这样才能让自己称帝拥有合法性, pregunt故事事件和小姐获得到你, 刚才是为了一样伤情不禁约尹, 中文里面准备会叛逆的意思是 但是我们也会记住这个诗位约尹找起来的意思是